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富雪之下 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最新版本的无限技能bug 全角色可用 然后也不磨叽 直接上教程 不过我相信你们听完教程之后一定会非常懵逼的 首先呢 我们需要来到冤下宫 摔死你要卡bug的角色 然后传送到大灯泡这里 不是有一个切换白天和黑夜吗 我们在这里热点断网 然后点一下切换 然后需要同时点击角色界面和背包 电脑端呢 是呼出鼠标 先点背包 然后键盘再快速呼出角色界面 这样呢 进入背包界面之后 在任务道具这一栏 找到风 勇气和翅膀这本书 点击阅读会进入一段过场动画 此时点下屏幕 右上角会有一个跳过 我们点一下跳过 然后连网 好 这个时候呢 会先黑屏一下 黑屏之后我们再点确认 确认之后 快速退出背包界面 会自动弹出角色界面 我们点击圣离物 然后快速点击下右下角的小花符号 再退出角色界面 并且快速点击奇愿 这样我们进入奇愿界面之后 再次打开陈灰兑换 通过怪物的掉落材料追踪打开底图 随便一个锚点传送 此时传送过来之后 角色头上会出现一个名字 就说明你卡成功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用一个食物复活死掉的角色 然后再次打开冒险之证 随便你用什么追踪啊 只要能打开地图就行 再次点击一个七天神像传送 传送过来之后 我们切出复活的角色 再打开队伍配置 找一个复活角色之外的角色换人 然后切出这个换上来的角色 靠近七天神像再切回来 然后七天神像会闪一下 无事发生 我们再打开队伍配置 把刚刚换下去的角色又换回来 再切一下这个角色 再切回来 OK 这样我们就卡成功了 这个就是完整步骤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让这个复活角色 无限技能了 你学会了吗 这期教程确实有点难崩啊 但是也确实能稳定的卡出来 卡出来之后全角色可用 传送 切伦 还有死亡都不会消失 而且不仅是一技能无限释放 就连大招也可以无限释放 而且一些大招后摇短的角色 还会进入鬼畜 比如行秋 你可以让它一直开大 一直语音 知识成景 古华是蜜 古华是蜜 财宇流红 财宇流红 古华是蜜 财宇流红 古华是蜜 古华是蜜 不过呢 你会发现 没有开大的特效呀 那是不是说没开出来呢 不不不 只要你切个角色 平A一下 就会发现 这个大招是开出来了的 只是没有特效而已 而且你可以切回行秋 无限开大 无限续飞 非常有意思 那么其他角色也是同理啊 不过我就不一一展示了 本期教程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感兴趣 可以点个免费的赞和关注哦 不许我经常分享一些这样奇奇怪怪的教学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BugChap主 傅雪之下 前阵子忙着更新封单玩法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这个4.0版本 全角色怎么飞天的这么一个技巧啊 这个视频分为基础操作 联机玩法 单人进阶玩法 阿贝多高手玩法 四个环节 介绍的比较全面 大家可以耐心看完 首先大家要记住一个基础操作 它是整个视频的大前提 我们需要先打开相机 然后点击姿势并迅速退出所有的界面 在角色动作做完之前点一下跳跃 并再次打开拍照界面 再次点姿势 锁定角色状态 这一整套操作 在接下来的视频内容中 我们都简称为操作A 那么大家都记住这个操作A了吧 不要忘记了啊 在做完这个操作A之后 角色就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Bug状态 什么状态呢 举个例子 我们来到飞天Bug的起源地 成年巨猿的吊桥这里 做完操作A之后 我们再等吊桥下来 把我们带起来 你就会发现 角色渐渐的A 可以脱离地心引力 起飞了 只是速度上会比较慢 也就是说 我们已经卡出了一个飞天的Bug 那么同理 我们可以延伸出一种联机玩法 我们先放一个荒心 然后站在荒心上做操作A 做完操作A之后 等荒心炸掉 我们也不会掉下去 这个时候呢 让队友来到我们的脚底下 正下方 在脚底下顶一下我们的脚 我们也能起飞 很有意思啊 那么如果我们想快一点的升天呢 可以让队友用万叶的E技能 削上前的大招 或者说 层严巨猿的跳跳板 给我们施加一个更大的向上的力 那我们就能向上飞得更快 很合理 对吧 非常的严谨啊 诶 那问题就来了 复学复学 你说的这些确实都能起飞 但是要么没法随时随地起飞 要么就需要队友的帮忙 那有没有什么进阶玩法 能够让我们单人随时随地的起飞呢 有 还真有 这个方法比较先进 它需要用到一个炎主的荒心 一个陈哥湖 还有一个烟花筒 呃如果没有烟花筒的萌星 可以去黎月的玩具店 这个老奶奶这里买一个啊 很便宜的 那么卡Bug的方法具体留下 先放一个陈哥湖 然后再稍微调整一下角度 在旁边放一个烟花筒 保证这两个东西中间的距离啊 要让角色穿不过去 然后呢我们贴着这两个东西放一个荒心 再然后我们跳到这三者之间的缝隙中去 诶会被卡住 那就对了 这个时候我们贴着荒心爬一下 然后再向下取消攀爬 这样的话我们就被三个模型给挤在了一个小空间里 此时我们再去做操作A会发现 角色直接就被施加了一个向上的力 当我们做完操作A的时候 我们就原地升天了 那么这个就是单人 不需要队友 不需要大世界机关的一个比较完美的卡法 非常的稳定强烈推荐 诶那其实说到这里已经说的差不多了 不过最后呢我们再来讲一讲阿贝多吧 说实话我们仍然可以实现阿贝多单人飞天 但是呢这个男人已经被削麻了啊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 我们先需要放一个阳滑 然后在边缘碰一下它 触发一下 给第二个操作争取时间 而第二个操作就是再次走到阳滑上 然后打开相机点知识 再退掉所有的界面 但是注意 此时我们必须保证阳滑刚好是升起的一瞬间 同时我们点一下跳跃键 然后我们就能起飞 这个时候我们再次打开相机点击知识固定 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单人阿贝多起飞 其中有着巨大的毒点 首先就是本身它对手速就有要求 对吧 但问题是你手速又不能太快 如果你手速太快 做完跳跃的环节之后 杨滑还没有升起来 那么你就会卡住 根本飞不了 而如果你手速太慢 那么这个杨滑呢 根本就没法给你施加飞天的bug力量 我们必须得是一切都做到恰到好处才能起飞 可以说对节奏的把控非常魔鬼 由稳定出发变成概率事件了数一试 那么最后总结一下 这个bug变成现在这样 其实和阿贝多已经关系不大了 我更愿意称之为低配版的全角色飞天bug 但是它仍旧存在 可谓是生命力非常顽强 但是不要在其他的up作品底下刷我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对了如果大家要卡这个bug的话 一定要选在开阔的场地 如果你在头顶有建筑的情况下起飞 那么你可能会是这个下场